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植树的判断 我刚刚已经讲过那个逻辑 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的中间这些数字 如果不能被他整除的话 那就是植树 反之怎么样 他就 反之就 如果不能整除就是植树 如果能够被中间整除的话就不是植树 OK 那我们要怎么撰写 第一个的话一样 因为这个大概逻辑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大概看一下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执行一下 请输入一个数字 53是不是 不是 53是指数 那我随便输入一个 15的话是不是 不是嘛 因为他能够被3和5 其实3大概就OK 5的话反正他能够被很多个翻译 也不是指数 那只是说呢第一个我希望有这个功能 那当然第一个 请输入一个整数 冒号 那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input OK input 并且 因为input是一个字串 那我为了要 做那个一个range的判断 所以我必须把它转给int 丢给谁呢 丢给一个变数名称 也许我取名称叫prong 第1的话接下来就是除了e 所以特别说for i in range 那我就不能从1开始 因为1的话就一定会整除 我从2开始 2到哪里呢 自己的前一个 所以自己前一个 刚刚你就把prong放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我就53嘛 2到53的前一个 5的2 2到52之间哦 如果能够整除的话 那就不是直 所以我就跑一个回圈 对不对 接下来做逻辑判断 if 所以再来的话if if呢 这个prong 他如果person 能够跟i 不是二 二能不能整除 那能不能整除的话呢 就等于0 等于0的话就整除 如果他能够被他整除 那就不是直数了 所以哦 我们就第一个是不是 第二个是不是一直跑 一直跑 那所以呢 跑完之后做了 如果他能够被整除了 那就应该执行下面 那我这边 因为顾虑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我直接在这边输入那个 不是直数的话 printed不是直数 那他会再跑到外面 又会再输出是直数 所以呢我先怎么 这边加一个变数 叫real 等于1 预设值的话 等于0 等于0就是直数了 等于1的话呢 那就不是直数 所以呢 我就在底下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if result 特别注意哦 result 这个地方我当然理论上应该要加上什么 等于等于才对 如果他等于1的话 不过其实哦 在这边写作习惯 程式里面哦 如果你看到1的话 其实他也可以当true 0的话你可以当false 那因为我个人习惯哦 因为打1啊 跟打true哪个比较简单 当然打1嘛 啊false的话呢 打0跟打false 当然打0不是比较简单 所以你会发现哦 我程式里面如果是0的话就是false 1的话呢就是true OK哦 所以呢 如果是true这边就不用打了 iftrue 那就表示说呢 他这边因为不是 所以跑这边不是直数 反之就直数 不过哦 这个地方我原来是写成这样 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样好像写有点 有点好像太 变成说那边有一个逻辑 这边有一个逻辑 感觉好像不够精简 是不是说可以哦 把reout拿掉 不过特别注意哦 诶对 后来我就想说诶对 其实reout是可以拿掉 但是问题是reout拿掉 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reout先拿掉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干脆怎么样 把这个逻辑怎么样 干脆就直接哦 直接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它下面就可以了 我特别注意哦 这边记得哦 一定要它的下一阶 否则的话呢 下一阶 如果 它这个地方 假如说能够被整除的话 那它就不是直数 那这个else 特别注意哦 这个else 现在就是for的else哦 for 跟else 特别说如果它为true 就执行这边 如果剩下来的就不是直数 不过会有个问题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会有一个 比如说它什么 小15 enter 诶 有没有发现 如果它不是直数的话 它会先执行什么 执行不是直数 诶 啊你想说为什么又不是直数 因为它先 应该是先跑3吧 3 有没有 15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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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有讲过吗 break 对没错 break break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它已经 被一个 某一个数字 已经怎么样 已经整除了 那它就不是直数了 不是直数你就不用再查了嘛 所以break 意思就是说 你就跳离这个回圈 特别说如果在VBA 或者曲VBA VBA里面的语法 它不叫break 它叫exist exist e-s-i-t is this fall 意思是跳離這個fall一圈 其實到底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剛剛這個執行一下 OK 如果我不要加一個reial變數的話 這邊我就加 剛剛是15再一次 Enter 不是直數 他3整除了 他就跳一個什麼 跳一個不是直數之後的話 就break了 break之後的話呢 他就不會去執行後面的東西了 OK 我們看其他四直數看得不OK 53 Enter 四直數 OK應該可以看懂 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這邊的話 應該越寫越精簡吧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這一行拿掉的話 總共 就是七行程式 就把直數判斷給寫完了 還有沒有可以更精簡的 自己想想看吧 有沒有辦法 再更精簡 不過七行已經夠少 你看Python 寫七行程式就可以寫出一個 這個直數判斷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其他語言也可以寫得出來 只是說其他語言 恐怕在直行的話 相對的好像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那這部分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甚至如果有時間的同學 這邊也可以把這個直數判斷改寫成VBA的版本 VBA版本 因為VBA版本我們講過嘛 你可以用Input Box 取代Input 對不對 然後For為圈 我剛剛也講過 你可以什麼 For i 你等於 這邊用Range 你等於2到輸入那個詞 對不對 那if也有講過 對不對 所以 他有講那個 Black 如果是 那個什麼 VBA就是 Is this for Is this for 或者你有一個 Is this sub 可以讓他強制跳離那個程序 或者 強制跳離那個for 回圈 就加一個exit 空一格 for 跳離這個回圈 或者是強制跳離整個程序的話 就是Is this sub 那如果說假設 那你希望在VBA寫一個 這樣子 就是Python的直數判斷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沒有啦 程式是不是 蠻多地方也相通的吧 所以有的時候改寫還蠻快 程式與法 大致上相同 OK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直數判斷這一題 真的只有七行而已